Hello,我是Edward,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IPO的具体过程 IPO是指一家企业或公司第一次将其证券通过股票交易所公开向投资者发售 但在公司角度,公司想以发行股票的形式筹集更多资金,为日后的运营提供大量帮助 对于公司的原始股东来说,公司上市,其股票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自由流通,帮助原始投资者出售其股权 对于新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从公司受益中分得一杯羹,还可能有机会参与日后公司分红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IPO过程中,第一步是发布招股书 公司需要先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提交招股说明书 内容涉及股价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主营业务、发展战略、财务信息及相关的封建披露等 一共投资者了解公司情况 第二步是新股申购 公司股份根据发行对象的不同,分为向机构投资者发行部分 向专业投资者发行部分,向经济商发行部分和向一般投资者发行部分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填写申请表完成申请 完成新股的认购之后就是股份的分配 收到认购申请后,公司将与专业顾问一同进行股份的分配 当认购数量超出公司的招股上信 公司可能需要预先设定的方式,缩减申请人申购的数量 即申请人可能只能申购到原申请股份的一部分 或申请不到任何股份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上市 当公司完成股份分配后 公司将在股票市场上市和流通 股价随着市场的供需变化和其他因素影响,上涨或下跌 我是Edward,关注我,等你了解更多澳股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